今天帶大家看看曼谷蠻出名的一間咖啡店 在視頻開始前記得點贊加關注哦 這間咖啡店它的名字叫做Factory Coffee 是一個曼谷知名的咖啡冠軍 古藥它走的風格是工業風的咖啡店 它的創始人曾拿下三次泰國的冠軍 就是咖啡冠軍 2018年呢它被選為世界Top13咖啡師之一 就是在2022年的時候還拿下了Wall Espresso競賽的第二名 在各大的咖啡競賽的優秀成績 然後讓它開設了這間Factory Coffee 然後個人是去試了它幾款的咖啡 都個人是覺得蠻推薦的 而且你注意看的就是這個咖啡 咖啡名字我忘了 但是你能夠看得到就是它的泡法沖法 其實都蠻特別的 最主要的是還蠻有特點 就是我發現到泰國呢 最近很流行的就是那個骯髒咖啡 個人是覺得真心的推薦 還有的就是你能夠喝得到還有品嚐得到 還有一個讓我很驚訝的就是這個牛角泡 它裡面主要就是吃泰國奶茶的那種餡料吧 可以這麼說嗎 然後個人是覺得口感真的是超級讚的 然後有經過的朋友其實個人是蠻推薦 可以來試試啊喝啊 他所謂的飲料也好 麵包也好 都個人是很推薦可以來嘗試 或者來度過一個早上或者下午都行 最主要是能夠的話盡量不要再週末來啦 因為都蠻多人 像我那天去的時候就是一個普通天 所以就沒有這麼的擁擠啦 好了我們今天的視頻就到這裡啦 我們下期再見啦 記得點贊加關注唷 我們下期再見囉 我多想再見你哪怕一面 我多想再見你哪怕一面 千世會流的眷戀 在我斜眼裡分裂 沉睡中纏綿 清醒又幻眠 我多想消息